艾菲尔老师 我们就来看一下2018年 哪些星座的人 可以感情甜蜜蜜 2018年已经开始了 在未来的一整年度 我们来看看 12星座里面有哪三个星座 在这一年的爱情 一定可以甜蜜蜜 请大家参考太阳情上升星座 由上榜的朋友提早恭喜你 你今年的爱情 一定是非常的恩爱甜蜜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名上榜的是 金牛座的朋友 太阳或上升星座 金牛座在2018年 甜蜜蜜的原因是因为 正缘出现 而且约会顺利 这个部分特别是指 单身的金牛座朋友 如果说你是过去 一直都没有一个 很好的婚配对象 那么在2018年 你的正缘即将出现 那么如果是说 已婚的朋友 或者说已经嫁娶 或有相处的对象的话 那么这一整年的约会 也会非常的顺利 所以整体来讲 金牛座在2018年 可以沉浸在爱情的关系当中 恭喜 在我们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巨蟹座的朋友 也要恭喜你 我们的这个导演 是巨蟹座上升 我们来看一下 2018年爱情甜蜜的原因 是因为桃花盛开 而且恋情甜蜜 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段感情 整体来讲 你会重新用一种爱的感觉 就会对待你的另外一半 心爱的人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在对于巨蟹座来讲 2018年把爱情谈好 或者是珍惜你现在身边的 一个爱情跟伴侣 其实是2018年非常重要的 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祝福你 在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水瓶座的朋友 我们的阿公就是 上升星座是水瓶座 在2018年爱情 也可以甜蜜蜜的原因 是因为有人告白 而且幸福时刻 所以整体来讲 在2018年我觉得 珍惜你对于另外一半的承诺 而且重视另外一半 对于你的一个感性的告白 其实你只要把对方 说的每一句话 你认真去听 其实你会发现说 他对于你的所有的建议 跟一种这个 付出其实都是一种真心 诚意的一种感受 所以你要享受这个幸福时刻 不要让这个幸福时刻 从你手中慢慢的又流走 因此我们鼓励 这个金牛座巨蟹座 已经水瓶座的朋友 在2018年爱情都是甜蜜蜜的 给大家多参考